好 再来关心今天呢 这史上最大规模的一间 红案也同步移交到桃园地院来审理 而红家人最新的回应马上来听听 其实家属上面其实对 如果说没有重启调查的话 其实对整个案子也是比较悲观的 当然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说 他重启调查之后一些新的市政进来 去做一些补强 那这部分可能才对就是这个案子的进展有帮助 当然我们会比较抱持的比较正面的态度 因为我想最坏就是这样了 最坏就是之前军院这边的一个状况了 那我相信应该只会好一些 不会更差啦 对 因为最差就是这样 我相信司法应该还是会想要有所作为 对 那也希望说可以还给全民 对对司法这边的信心 所以我们也是会希望说桃检可以 桃检跟桃院这边可以针对我们全民的希望来做努力 好 我们看到的是洪仲秋的姐姐 针对这是洪仲秋案移交地院 她最近的说法希望司法要有作为